台北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林源泉 您是望诊宗师 他刚刚点名了两位 雷霸跟幼南姐 说要请到场中央 今天要帮你们两位看一下 你们的面相 从面相来望诊 所以有一点像算命师是吗 来 雷霸的面相如何 来院长 雷霸的面相非常棒 相当堂堂 两眼闪闪花光 你看这代表身体非常的健康 谢谢 是是是 那如果在色乎线方面 从眉毛到天堂 这个就是上庭 从鼻子到眉毛的地方叫中庭 从鼻端到下端叫下庭 那我们的脸部 一定是下胶对应的 我们的泌尿系统 那有没有色乎线种 中医看哪里 看人种 这个零线如果模糊掉了 代表什么 年纪大了 色乎线 我快80了 对 那很年轻 所以 不管男女 人中是中医的对应点在膀胱跟子宫 你的泌尿系统 你的性功能好不好 人中 一箭正章 看人 我没讲话 我是比给你看的 是是是 我没讲话 那女生也一样 那女生 跟我们那个 我们换位置 对对对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健康 还有没有在青春期 你看 铃线就很清楚了 这两条沟嘛 这两条沟体就很清楚 代表你比雷霸健康 我比他年轻 是是是是 所以你身好 一般我们下巴 应该是这样 饱满是最好的 对 下巴如果肩亏的话 就代表你的下胶不好 所以很多人喜欢把下巴拉长 那是对晚年 跟对我们的子宫秘道系统 是会有影响的 一个手掌 四个手掌 一个手掌 四个手指宽 这个地方叫观炎 肚致一下 肚致一下 观炎是提补肾气 重要的一个蟹道 两手都握空前嘛 好 那我们围墩 气给它沉在丹田里面 哇 这样 很用力耶 来 有没有听到声音 有 那这个就是打击蟹道 我们叫气冠丹田 气冠丹田 丹田 丹田就是我们的圣切 对 要慢慢来一个节奏 一 二 三 就提高 自然垂下来 这个力道就好 也不能太大力 那人是不是要半蹲 对 稍微 膝盖为弯嘛 OK 膝盖为弯 我们放松的时候 气才会集中在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这样一击 哇 力道有限 要贯穿不能这样拍 这样拍是没有 没有什么 OK 什么那个贯穿力 效果不好 好 那我们放轻松 好 再来 好 一天早上起来 轻轻地拍 108下 改善 我顶多拍 改善夜鸟的功能 改善夜鸟 好 另外有肾书穴吗 好 肾书穴 很简单 我们以雷霸来做码斗 肚脐对过来后面这个地方 是两旁一寸半 这个叫肾书穴 来大家一样 握空前 对 来放松 拍后面 拍肾书 对不对 这个叫提补肾炎 我们要这样扭转天坤 有没有 来我拍快一点 给大家看 要有贯穿力 好 有没有听到 有 然后这样转 可以怎么样 改善腰酸 补肾的功能 我每天早上 我会一起撞墙 是 撞墙 真的撞墙 对啊 真的撞墙 我每天 我会撞墙 身体还算健壮 我是 我是这样拿的 我是往前请 整个次 用脊椎 这样对吗 理事长 对 但是要节奏要 要 不能快 不能快 对 一下一下 就像我们拍打工一样 要一下一下 对 所以这个 这两招以后 还有一招更重要的 好 OK 好 就是在脚底的 泳泉线 我们就示意泳泉在哪 我这样的已经够了 不要太多了 昆虫系中药治疗 摄护腺肾肿大 黑蚂蚁 蟋蟀 跟金蝉花 就是这一盘吗 是 哇 这个是 这个金蝉花是很珍贵的 虫草类的 这一个 这个是 蝉宝宝要浮上地面 又感染尊敬以后 就是虫跟草一起结合的 就跟我们的东虫下草一样 那这个补肾肾肿瘤 在摄物性癌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用化疗 可以平常用中药这个来取代 这个是相当珍贵 相当好的药 这个是 蟋蟋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蟋蟋 是 真的就是那个蟋蟋 是没有错 干掉的蟋蟋 是 啊 OK 那 因为摄护腱肿肿 有时候我们尿尿会尿不出来 那蟋蟋它有破血 利尿 有消毒的一个作用 这个是黑蚂蚁 是 它已经干掉了 所以看起来跟芝麻很像 是 是 所以就是这三个中药治疗摄护腺肿重大 来下一张电视墙 我们看到这是养肝先护肾 猪小肚指的是猪膀胱吗 对 所以就是这个吗 没错 这个就是猪膀胱 是 长这个样子 是 所以要怎么做 这个终于有所谓的吃什么补什么 对 你要治疗膀胱跟摄护腺 一定用某一个动物的器官 它有所谓的理向相求的一个作用 归到这个膀胱筋 那我们的车前草呢 本身有利尿 消肿 消炎的一个作用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 感谢观看